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意识之下 要怎么样了解《红楼梦》呢 它又是一个几乎可以断定为 中国小说里面唯一一部写贵族阶层的一部作品 那什么叫贵族 我们现代人没有任何人有贵族的经验 我们不知道贵族怎么生活 他怎么思考 他的精神风貌跟内心的想象是什么 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我们如何能够说 我们可以走进《红楼梦》的世界呢 虽然我们都知道它是经典 可是这个经典的内容 对我们是这么的陌生而遥远 甚至是我们本能所抗拒的东西 那这个阅读会形成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鸿沟 在阶级的距离之下 要怎么样的慢慢的逼近《红楼梦》的世界呢 那这当然就要准备很多的功夫 第一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要克服人性的弱点 不要忽略细节 要知道一个好的读者非常的重要 所以不要让自己停留在尝试阶层 可是还有一点要对抗我们的时代价值观 我们要知道在传统里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有非常严明 非常确切的一个阶级的划分 而不同的阶级 他们所塑造出来的性格 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这个追求 事实上都会有很大的不同 那么我们要尊重跟了解这样的不同 也才能够更了解《红楼梦》的世界 那贵族既然是这么样罕见的 被呈现在文学作品里 我们没有别的文学作品可以作为参考 帮助我们来进入《红楼梦》的世界 那如此一来 我们只好自食其力 我们只好另洗如灶 我们要透过历史的考察 让我们了解到贵族阶层大约有怎样的共通性 在这样的共通性之下就可以搭起一座 通往《红楼梦》的桥梁 那所以贵族究竟是什么 它的贵在哪里 它为什么形成一个这么庞大的 又历史久远的家族 这个说实在的都有一些先天上必然的因素 也有传统文化的一种特殊的制约 简单的说 所谓的贵族 它一定是阶级很崇高 这个阶级的崇高 自然会形成他们一套 与一般平民阶层 不一样的生活遗节 乃至于行为的规范 那这都会反过来影响到他们内心的价值判断 跟精神思考 除此之外 贵族还有一点很重要 那就是呢 他们往往这个家族生命力绵延久远 那么往往超过百年 甚至达到数百年 这一种历史久远的世家大族 他们之所以能够历史久远的原因 当然也就必须要靠某一种精神的力量 而那不只是单靠一些行为规范就能够达到 那么第三个呢 贵族阶层还有一个跟我们现代生活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 那就是他们都是家族人口众多 那跟我们现代三房两厅四口之家为单位的 那么注重每一个个体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社会 是截然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只有三房两厅 那么可是关起门来 自成天地 我们一家只有四口 而这四口之间甚至彼此平等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我们注重隐私 我们追求个人的权利 但是在一个这么样人口庞大组织为一体 然后呢 一天24小时 一年365天紧密生活在一起的群体 而他们又历时久远超过百年 甚至到达数百年 那么人与人之间不只是平辈之间的交流 还有呢 上跟下 数代之间盘根错节的世代关系 那这样子一来 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所谓的个体自由 个体的隐私 那么是不是能够跟我们现代人一样 这都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绝大的不同 所以我们认识到这个贵族阶层 跟我们现代人所熟悉的环境 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一个 他们身份地位崇高 第二个 他们家族历时久远 那么第三 他们人口众多 以《红楼梦》来讲 小说中就两度提到 其中一个数字 我想最精确 最可以参考 由摄阅所说的 我们家里面有上千个人 这上千个人 当然不只是说 那些组织辈的这些上位者 当然还包含很多 其他各式各样 各个阶层的 所谓的仆辈们 但是他们都紧密地生活在一起 而且彼此依照一套 伦长秩序来构成 他们生活的运作的模式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如何能够用现代人 能够自行其事 能够自己决定 甚至是自己的人生的方式 来了解他呢 当我们掌握到贵族阶级 他们的几个特性之后 我们还要进一步的 更贴近 更具体的 来了解 其中的这个心理状态 跟他们的精神风貌 而那些刚好 就是佛洛姆所说的 那正是我们现在这个 民主平等自由的社会 所排斥的思想和感情 那就是注重伦长 那么我们不思考 不感觉的那些东西 是如何真切 而普遍 而深刻的 体现在《红楼梦》里面 这事实上就是我们应该要努力去做的 那由于我们对于贵族社会 确实也只能够有刚刚上述提到了几个简单的概念 而这些简单的概念实在是不足以 让我们真正贴近《红楼梦》里面的人物 跟他们的世界 那这么一来 就像刚刚提到的 我们要透过一些历史考察 透过一些类似的阶级 而在文献中信而有征 并且呢提供一个参照系 让我们可以更具体的进入到《红楼梦》的世界 由于中国的文化的特性 以及呢 它的这个政治社会文化的整体的成果 使得这个阶级的区分呢 会在不同的时代里面 都会有所谓的贵族阶层 那这些贵族阶层 在历史的文献中反映的并不多 其中反映比较多的是在六朝 那这个六朝呢 它因为有这个世家大族 那其中的王谢也就是我们最熟悉的 那由于有像是说心语啦 类似这样的一个智人的一个作品的流传 那么这样的作品流传背后呢 又基于一个对于人物品评的一个流行的风气 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呢 当时人物的风貌 他们的言行笑貌呢 就很生动的被文字所捕捉所记录 那其中呢 由于具有这样子的人物风流 而足以被描绘记载的这些人等 很多都是出自于贵族世家 我们就因此可以透过这一个阶段 也就是六朝所提供的这些文献呢 作为一个很好的参考 那么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时代 既然可以以贵族阶级的共通性 来帮助我们认识红楼梦的世界 所以我们要重视它的价值 只不过即使如此 我们还是面对到一个很艰难的挑战 那就是六朝的氏族 在我们现代学者的心目当中 也同样面对到这个时代所反对的思想与感情 就是所谓的阶级 我们在自由平等的信念之下 这一点他是先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要了解六朝的氏族 他们事实上呢 就会形成我们所习以为之的所谓的门第 但是氏族本身之所以是形成 他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来自于儒家的血缘的观念 因此他们必然非常注重人伦关系 而谭世彤所要冲绝的伦常的网罗 却是这个氏族赖以成立 赖以维系赖以延续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所以钱穆先生说 狗儒家精神一旦消失 那么门第也将不复存在 换句话说 氏族也必然瓦解 然而钱穆先生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 当他看到历史学者 在面对六朝氏族的研究的时候呢 也同样反映出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 钱穆先生说 金人论六朝 也就是魏晋南北朝 这个时代的门第 大都只看在他在政治上的特种优势 以及经济上面的特种凭借 而未能注意到 当时门第中人的生活实况 以及他的内心想象 因此所见浅薄 这个情况 事实上也同样存在于 我们现代人的阅读《红楼梦》当中 我们总是忍不住要来批判 所谓的贵族阶级的豪奢 甚至仗势欺人 我们只看到他负面的那个部分 而这个其实就是不自觉的受到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观的引导 因为我们的时代观 让我们反对阶级 让我们只看到阶级所造成的弊病 但是阶级真的只是如此而已吗 究竟他们除了政治上的特种优势 以及经济上面的特种凭借之外 他还有什么是构成 这个环境中的人物 他们真实的内心想象 以及他们的生活实况 他们的生活实况 真的只有豪奢 只有浪费 只有上对下的欺压 还是呢 他们其实也有上对下的某一种谦卑的礼仪呢 而这个都是我们在没有好好的考察之前 就很容易轻率的下了判断 因为那不符合我们现代的价值观 那么这也就会形成 钱穆先生所感慨的所见浅薄 由此可知 我们对于六朝氏族的认识 假设会容易流以浅薄 那么我们对于《红楼梦》作为一个贵族世家 所刻画的种种内容 会不会也不自觉地落入这样子的一个苛咎之中呢 也因此读者之难 这真的是最难的一点 因为我们真的要跟时代的价值观搏斗 而这个时代价值观是如此的根深蒂固 随着我们的呼吸已经深入我们的意识血脉之中 它很快的很根本的让我们偏向在阅读过程中呢 我们所肯定的这个时代的价值 而让我们背离我们这个时代所反对的那些具体内容 但是它是一个传统的产物 它就是诞生在传统文化之中 它就是呢决定于贵族世家 也就是在儒家血缘的这一种深刻影响之下 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群体 他们活生生的存在过 也在这个活生生的存在过程当中 感受到存在的各种痛苦与喜悦 它有他们的理想 有他们的追求 也有他们的失落 也有他们的挫折 而如果我们不回到它的生命史 跟它的社会史文化史当中来理解它 又如何能够真正知道他们所悲痛的是什么 他们所感慨的是什么 而他们的所努力追求 而终究不可得的那种巨大的悲凉又是来自哪里 所以我们如果要已经绿谷 甚至已经飞谷 那真的是在所难免 而这也就构成我们读者之难 可以说是最难的一步 那么这也就是我们要努力去自觉 也因此要努力去克服的困难所在 是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